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有一些小朋友他燕奶很严重啊 就是他会吐奶 就是他喝了一百可能吐五十 然后就妈妈就会很担心觉得他是不是吃不够 所以又不断的拼命喂 问题是他又吃不下 然后吃了又吐 就是这种反复造成妈妈很大心理压力 在中医的角度可能会考虑就是说他的频率 因为理论上吃饱了就睡就要睡嘛 吃饱睡睡饱吃 那理论上他应该像我们一样 你吃一定的量的话 他的耐就以能量角度来讲 应该够他可以撑很久 那其实说喝了之后想吐或者所谓的燕奶 那当然在医学上来讲 可能有一些肠胃道的一个痉痪 或者一个情绪的那个现象 那事实上有些穴位可以帮他按摩 就是在打嗝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让他抱着拍打 拍嗝 那事实上这时候 我们再介绍 这时候抱的时候除了拍上面之外 因为在中医后面有所谓的疏血 事实上我们可以越略切三分 从肩膀到屁股这边 那中间三分之一的位置是肠胃道 所以你帮他拍打嗝 让他嗝之外 事实上你也可以用手指这样捏的方式 也在脊椎两侧捏中间三分之一 因为那边有肝胆脾胃的穴位 那事实上他这种穴位为止 跟所谓西医的那个自主神经节 管道肠胃的位置是一样 就刺激这边也可以帮助他一个蠕动 所以这可以两方面同时兼顾 就你帮他拍的时候帮他捏一捏 按摩 对那如果要强化腰肾的话 那就捏下面一点 那刚刚其实还有提到一个就是 兔奶啦或者义奶 其实有简单的一个分辨的方法 如果说他只是没就是喝完奶之后 会从这边有留一口出来 那个其实我们叫做液出来的 那一天如果超过三次以上 那我们可能要注意 会觉得他应该是需要看医生 可是如果说他是一天大概一次两次 其实不要紧张 因为他有可能吃一吃 然后就有一口就没有吞进去睡着了 那那个其实就不要太担心 那另外如果说他另外一个不是义奶 他可能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可能是吐 他如果吐的话他是整个这样子喷出来 就是有一点弧度这样一口喷出来 其实那个就应该就是我们认为 是喷射状的那种兔 那就可能是需要去看医生 他就有可能是他的那个胃上面的 那个喷门阔跃肌可能是需要就是治疗一下 对然后才能改善 了解所以真的也只有小小一点点不用太紧张 不要太紧张 不要自己吓自己